勒令停工 會勒令停工對不對 如果他繼續做 你就會勒令停工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要問北檢跟北院 他在87條第一項裡面就有寫 那你為什麼要多此一舉 還要發文去問北檢跟北院 我們必要時可以勒令停工 是啊 必要時是什麼意思 必要時對你來講是要請地院 或者是北檢跟你同意你才要嗎 不是 因為我們要確認 你是baby嗎 87條有沒有寫必要時 是要經過法院認定啊 不是 不是 不是嘛 誰認定 地方主管機關嘛 大家希望看到你對金華誠 這個案子上面的魄力 你面對重大議題爭議性的議題的時候 師傅沒有任何實責作為 所有的只要是那個記者去詢問你的時候 你的回覆全部都說 延遺 官員延遺兩個是至少講了20次以上 所以為什麼大家說你 當師性侵二十名的幼童 這種令人罰則的事情 你都沒有講出重話 到最後呢 壓倒你最後一個稻草 出來道歉是什麼 是家長的控訴 不然你連道歉都不道歉的耶 市長 這個 是你的任期的 明年就是第三年了 那你知道明年 台北市的稅入預算 總共多少錢你知道嗎 兩千零二十 兩千零二十四億 稅入預算應該是二零四四億吧 二零四四億吧 稅入二零四四 稅出二零四 對嘛 好好好 這個 你事情比較多 記錯沒關係 但以後應該要記起來 那來自中央的有多少 你知道嗎 中央統從分配稅款是六百九十八 然後 補助收入是六百六三 市長我希望 未來這件事情 你還是要記起來 你不應該 讓主機處跟財政局 來跟你打pass 這很不及格 好不好 來下一頁 二零二五年台北市的稅入總預算分配 總共有一百零五十八億 五十二% 全部都是中央 其中 兩百四十三億 是業務項目 其中新興業務 總共有十二億 好我跟你報告 如果你的局處長沒告訴你的話 我覺得很不及格 其中中央的新興項目 有 軍公教明年加薪八點八億 有 接下來在春節要發給里長的事務補助費 三千兩百四十億 也有 我們要照顧台北市市立大學 學生的住宿補助一千四百三十萬 這全部都是來自中央的 下一頁 另外我們有消防局 市場基金 住宅基金 捷運基金 總共二點九億 比中央撥補的新興項目 總共高達十二點而已 這些錢 都是中央政府要給台北市的 所以如果台北 如果中央預算沒有過 台北市這些錢都沒有了啦 百分之五十幾就都沒有了啦 事情大不大條 我想不是這樣子的 議員可能有些誤解 我的預算如果中央的預算沒有過 這些錢就會沒有辦法順利的進行 市長我要跟你說 市長我要跟你說 這件事情對地方來講絕對是大事 當然 中央的財政補助對地方來講絕對是大事 不過議員我想跟你說明 所以我希望 依照預算法五十四條 其實在立法院現在 針對中央政府總預算也只是退回 屆時如果在這個會期沒有審議通過 原計劃都還是按照上一年度的 預算執行數 來核實動支 並且撥給地方 市長 所以這個預算法非常的清楚 市長 你過去是立法委員 我也是十年的議員 我們都知道預算法的規定 但是身為立委身為議員 最好應該要做好的事情 就是審預算 而不是退回預算 而中地方政府最急迫的 也是希望中央政府這些立法委員審好預算 能夠順利的把這些地方需要的錢 撥到地方來 而不是退回預算 這退回不是刪除 民意代表懶惰審預算這件事情 是非常不應該的 站割市府的總預算 對 站割但不是退回 但站割但不是退回 我們不是刪除 對 但不是退回 所以 我相信現在韓院長跟卓院長 他們要來溝通來談 會有圓滿的結果 蔣市長 可不可以請 我們國民黨的五位立委 幫幫忙 讓中央的預算 順利進到立法院來做審查 好不好 這是我對你的期待 可以嗎 我們一定會按照相關的程序來進行 我們也尊重立法院審議的權利 這都是你的同黨同志 請他們努力一點審預算 不要站割市議會的市府總預算 上一次站割你們市府總預算的是陳崇文 沒有關係我們對於議會 立法院也好 我們尊重審議的職權 所以我希望我們52% 中央要撥給市政府的預算 都能夠如期的待打 也不會影響到市民的權益 接下來我要問金華城的部分 市長你昨天跟副市長都說金華城的部分 如果停止施工勘驗 就已經達到實質停工 對不對 對 好下一頁 所以你們也針對北檢跟北院今天都發了公文 都要求北院跟北檢能夠幫忙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繼續停工會不會妨礙扣押 對不對 那我問你喔 如果立院跟北檢全部都回答 這個問題不是本院或本署的權責的時候 你會勒令停工嗎 我們就會依照包括相關的法律 建築法律 還有包括內政部的韓式 那現在的法令規定是什麼 現在韓式就是如果經過法院的扣押 建築主管機關就是我們市府的突發局 就不予施工勘驗 好那不予施工勘驗 如果金華城繼續施工 我們就會依照建築法56條87條勒令停工 勒令停工 會勒令停工對不對 如果他繼續做你就會勒令停工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要問北檢跟北院 因為現在的韓式跟所有的法律 不是現在的韓 來我們看87條 建築法87條的時候 的部分就有講到 如果他停止施工勘驗 他如果繼續施工 你就可以勒令停工啊 他在87條第一項裡面就有寫 那你為什麼要多此一舉 還要發文去問北檢跟北院 還問他說 這個如果繼續施工 會不會影響扣押 這不是很奇怪的問法嗎 沒有議員你可能誤解 扣押跟施工什麼關係 不是 因為依照韓式 我們目前 他經過法律扣押 只有權力是禁止施工勘驗 停止或不予施工勘驗 但是是否可以勒令停工 其實現在沒有任何一個法律依據 建築法87條裡面就規定了 所以他說如果違反五十六條 不予施工勘驗 他未申報而繼續施工 當然我們必要時可以勒令停工 是啊必要時是什麼意思 必要時對你來講是要請地院 或者是北檢跟你同意你才要嗎 不是因為我們要確認 你是baby嗎 不是因為我們要確認 是否法院認為現在我們要勒令停工 那我問你87條有沒有寫必要時是要經過法院認定 不是 不是 不是嘛誰認定 地方主管機關嘛 我時間有限 大家希望看到你對金華城這個案子上面的魄力 依照87條 我們的魄力就是依法行政 就是如果 捍衛工人員要依法辦理 如果他違反了施工勘驗 他繼續施工 我就希望 講完講師長 你依照87條 就明確的對金華城勒令停工 不是你希望 我已經說了就會勒令停工 我們就會依照56條跟87條 如果 他未報勘驗 而繼續施工 當然 我們就會勒令停工 好不好 不要再發文去問北院跟北檢 好不好 我們要確保一切 按照相關的程序 沒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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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於你自己在市政的滿意度 你自己打幾分 我不打分數 我想都由市民還有民眾來評價 你不打分數 是你不敢面對還是害怕面對 不是的我想議員可能之前 您還有其他議員也都問過 我想我們都是留給民眾來評斷 好吧 那我們就留給民眾 我本來想要讓你自己稍微 為自己稍微辯護一下 來你看你的成績 遠見喔 2024年 幼都的首長排名喔 結果呢 你是倒數第一個 然後呢 2024年天下雜誌 就是最近喔 針對全國 22縣市的市長排名 你也在後半段 後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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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五名 跟侯友宜其實差不多 其實你們兩個就是不是四就五啦 然後其實分數都差不多啦 那我本來想說要讓你 不過遠見在今年最新的調查 台北市是全國第一 也是六度第一 那是市民啊 一樣的 我們不管是主觀客觀綜合評比 我們現在講的是市長的滿意度 不是市民 台北市民是非常優秀的 台北市民也非常的認真 對於整個台北市政的部分 他們也很努力 然後對於產業的發展 他們也很努力在賺錢 努力在推動社會的發展 所以呢我認為說 這個我為什麼一開始要讓你好好自己說 你又說要給市民 打分數 我們在遠見的評價是全國第一 我覺得如果我是你的話 坦白講 我如果我是你 我不會跟議員辯這個 我會說我會努力 因為我還有 我還有兩年的任期 我會好好的做 把這件事情做好 我會把我的評比的分數會越來越高 我相信市民會給我這個機會 我覺得你應該這樣子回覆 好那我們在外問 為什麼市民會對你有這樣的感覺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你的評比會這麼後面 就在六都裡面 為什麼這麼後面 來我給你看這個內容 你面對重大議題 爭議性的議題的時候 是否沒有任何實質作為 怎麼說呢 你開開案 你說說回覆 就依規定進行訪視 幼兒園狼食案 依規定啟動調查 保齡查試案 你說靜候檢調整辦 市北克案 依法持續查辦 金華城案 尊重司法調查 魚果案 若違法就法辦 大巨蛋 要求遠雄競速改善 永遠是這樣子的個說詞 那我們再看 來 市長您啊 所有的 所有的 提問 包括所有的關鍵性的議題 包括連淡水河 這些相關的問題 還有呢 寵物的 相關的議題 以及呢 年貨大街 包括呢 我們現在所有的 場館還沒有蓋好的部分 所有所有的 只要是 那個記者去詢問你的時候 你的回覆 全部都說 研議在處理 依法處理 全部講的都這個 新聞露出的部分 你關研議兩個字 至少講了二十次以上 所以呢 這個市民聽不到 聽不到任何一個 比較有魄力的一個執行方式嘛 所以為什麼大家說 你軟趴趴嘛 沒有個脫力執行方式 才會讓民眾覺得說 欸很傻眼 你該生氣的時候 你好像沒有講很重的話 包括呢 我一直在講 狼絲性侵二十名的幼童 這種令人法則的事情 你都沒有講出重話 到最後呢 壓倒你最後一個稻草 出來道歉是什麼 是家長的控訴 不然你連道歉都不道歉的欸 所有任何議題 你都說 研議研議 不是喔議員 你不需要解釋一小段 我後面都很多具體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告訴你 所有的 為什麼 我跟你講 我現在也挺面密的 我其實是真的在提醒你 民眾的觀感很重要 不是你個人的觀感 民眾的觀感是認為說 你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議題 你不是規避 不能推給中央 不能推給法院 我們都勇於面對 勇於承擔 你要有一個你自己的態度 因為你身為一個市長 該改革就改革 你身為一個市長 你必須要有一個態度 我們態度很清楚 這個態度 不是你只是言以而已 立場也很堅定 如果要是 要是 連你自己針對金華城的案子 我都認為說你應該 要是我 再怎麼樣 柯文哲在第一個時間 為什麼他身亡那麼高 大巨蛋案子 認為公安有疑慮 馬上立即停工 有沒有 為什麼呢 金華城的案子 你到現在 查到現在 還是這樣的一個處理態度 我要告訴你 大巨蛋的案子 我們本來就有行政手段 最後呢 逼迫他 就使用資料給他的時候 他去撤銷我們提起訴訟 這些都是行政手段 你不是沒有行政走戰 但是你的態度 讓民眾會覺得很失望 所以大巨蛋在我們上任第一年 就讓他完工期用 第二年現在可以舉辦非體育賽事 這不是議員你想看到的嗎 我想看到的是 我們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勇於承擔 克服各項困難 面對解決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態度 這就是我們的態度 面對議員的質詢 甚至面對媒體的詢問 我認為那個態度很重要 讓人家覺得你是一個有魄力的市長 而不是一個卑鄙市長 現在我要告訴你 所有現在不管是媒體 或者是所有的一般的民眾 現在對你只有一個新的封號 就是要捍衛公務人員 依法行政 我們都在捍衛公務人員 你不用用這個東西來扣帽子 我要告訴你 你現在最新的封號叫什麼 叫罐頭市長 你知道罐頭市長的封號是什麼嗎 這不是事實 罐頭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對各項市政的推動 都有態度 都有立場 都有計畫 不管別人怎麼樣問你問題 與率都是回答一樣的方式 而且這個回答方式會讓人家覺得很沮喪 你讓台北市民覺得沮喪 你台北市幼兒園狼食案 你讓民眾沮喪 你保齡案的食案問題讓民眾沮喪 你現在連金華城的案子 北市科的案子 現在有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爭議 你的態度也讓民眾沮喪 這個就是你的新的封號 罐頭市長 希望你能好好的努力 在兩年後 我不要聽到這個封號 希望 我對你得個期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